自己能量不足 那我该怎么做呢 应该去渡人之前 多念点大悲咒给自己 而且最好跟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我去救人 请观世音菩萨给我多多加持 明白吗 明白 比如说 这种为什么很多事情说 渡人和救人法方面 整次放不下来啊 渡人红法放不下 本身就是说明你自己很没学好 你在学习当中在救人 这个是很正常的 一边在学习一边在救人 所以你当然是放不下 如果你完全能放下的话 那你就不是人了 你是菩萨了 听得懂吗 所以放不下是正常的 你比方说你放不下家里的人 你在度他 你说你放得下吗 因为他还没学 他还没念经 他还没有转好 你说你放得下吗 肯定的吗 这很正常 明白吗 明白了 过去以前的很多东西放不下 现在我们在共修会 我们在定期来帮助的时候 每次都会牵挂在这边 牵挂在共修会那是好事情 因为在新加坡 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非常非常好的 不容易的 明白吗 明白 好吗 好吗 不容易的 跟新加坡